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以色列对大多数探子的报告有什么反应? 尼好,今天中文版的走过事情将学习民数记的第14章1到19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当下,纯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好。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用言,纯会众对他们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拧到那地?是我们倒在刀下呢?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 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另一个手拧回埃及去吗? 摩西和亚伦就伏伏在以色列传惠中面前, 窥探那地的人中,任的儿子和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撕裂衣服对以色列传惠中说, 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拧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 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并且阴辟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但纯会众说,哪石头打死他们恶人? 忽然,耶和华的龙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描述我要到几时呢? 我在他们中间行的这一切神迹, 他们还不相信我要到几时呢?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 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 摩西对耶和华说, 埃及人必听见这事, 因为你称施展大人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淋上来。 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 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 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 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一上, 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活柱中, 在他们前面行。 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 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币, 欲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宁静, 他向他们启示应许之地, 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 现在求主大显人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 耶和华不轻易发露, 并有丰盛的慈爱, 赦免罪裂和过放,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赐负极子, 直至三世代, 求你照你的大慈爱, 赦免着百姓的罪孽, 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 那么以色列人在巴兰的旷野的加蒂斯, 探子们从应水之地回来, 报告说, 那个土地正如上帝告诉他们的那样, 是牛奶与蜜之地。 然而, 他们报告的有一部分内容就包括, 这些敌人的城市很坚固, 军队很强大。 那么结论就是, 十个探子所说的, 他们无法去占领这一片土地。 只有迦勒和约苏亚说, 他们可以占领这一片土地。 那么, 以色列人对这一份的报告反应是什么呢? 他们是站在十个探子的一边, 说他们不能去占领这一片土地。 他们首先并指责上帝将他们带出了埃及。 那么这个语出埃及第23到25节, 中的陈述, 形成了何等的对比。 那么在出埃及记第23到25节是这么说的。 过了多年, 埃及王时的, 以色列人因做苦工, 就叹息哀求。 他们的哀声打与神。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 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 神看过以色列人, 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在那时, 他们抱怨自己的待遇, 并请求要得救。 关于应许之地, 上帝也从来没有应许以色列说, 他们会在得到应许之地, 而不必为之而战斗。 然而, 他们回想说要回到埃及受奴役的那一天, 并进一步指责上帝不让他们死在旷野。 这也太神奇了。 他们是向上帝祈求水或者食物的那一群人。 那么上帝本可以让他们死在旷野, 但是奇迹般地为他们提供了乃至淹石中的水和天上的玛纳。 然后他们转身指责摩西和亚伦把他们带出的埃及。 那么我们是怎么知道呢? 因为他们想要选择另一位领导人, 然后返回埃及去。 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子做了, 那将是对天上的上帝的亵渎。 让他的损民回到埃及, 并要求法老再次努力他们。 法老很可能对他自己和埃及说, 西伯来人的上帝不明不是一个强大的上帝, 因为他无法将他们带到应许之地。 现在他自己的人民已经拒绝了他, 以色列的声明会是如此惊人, 以至于摩西和亚伦厌恶里夫妇在地上。 作为最后的努力, 约斯维亚和加勒试图改变以色列人的想法, 并试图说服他们, 告诉他们说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他们可以占领这片土地。 他们并不需要去害怕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那么以色列能改变了主意吗? 没有。 因为传汇众说要拿起石头打死他们, 他们的心意已决, 他们想要回埃及去, 但那事情还没有结束, 因为上帝现在要出来说话的。 他的反应会什么呢? 正如你所期望的那样, 他是很愤怒的。 上帝是通过对埃及施加十次的灾祸, 将以色列从残酷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的埃及, 让他们奇迹帮你渡过的红海, 然后他带领他们到了希赖山。 沿途并为他们提供了来自淹石中的水和天上的玛拉, 他也为他们提供了绿花, 之后他们就建造了藏木。 他们看到了神为他们的益处所行的许多神迹, 然而,因为他们看到了前方的一些障碍, 他们却认为说, 这些对神来说是太难了。 他们忘记了上帝, 已将他们从亚玛利能手中拯救出来, 当然这是一支本应该要击败他们的军队。 以色列人的记忆很短暂, 他们的信仰几乎不存在的。 相反的, 他们希望要返回埃及, 并且正在选择一位新的领导来做到这一点。 那么由于他们的背叛, 上帝就想要剥夺他们的土地, 并让摩西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那么这是上帝第二次因为以色列的罪, 而想要这么做。 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得第32章, 当时以色列人敬拜金牛犊, 上帝当然完全有存去这样子做。 因为我们知道, 首先罪的功架就是死, 这种死通常是属灵的事,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罪是如此的严重, 以至于说肉体的死亡也会随之而来。 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决定就像金牛犊一样, 表明以色列完全拒绝了上帝。 这与他们抱怨比如缺乏食物或者水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那只是缺乏信心。 那么这里以色列想抛弃上帝回到埃及, 上帝因此在他的行动当中是完全称义的。 如果说他这样子做了, 他也不会违背对亚伯拉罕, 以色列和雅各的承诺, 因为摩西仍然是他们的后裔, 然而这可能还需要几百年成才能够达到的, 就像从亚伯拉罕到摩西一样。 但是在这里我们就像在希腊上看到的一样, 摩西为以色列祈求上帝的联名。 他的祈求主要是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摩西诉诸于上帝的名誉, 因为他用大人这手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拧了出来, 但如果在旷野当中毁灭了他们, 周围的国家, 他们可能不知道是为什么, 谁会认为上帝是无法将他们带到迦兰地, 从而摧毁了他们。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样, 花言的传播通常比真实来得更快, 因此也更容易比真理被相信。 所以这样的指控会影响上帝作为全能的神域, 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说让上帝要宽恕他们。 那么因为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 向人们展示的他的全能, 以至于说他们没有借口, 所以摩西通过呼吁上帝的联名来结合他的论点。 摩西祈求上帝大显能力, 因为他曾经说过, 他是很久能耐并有丰富的联名, 赦免罪孽和过放的。 虽然摩西在这里没有引用经文的, 但他很可能指的是出埃及记第34章6到7节的内容, 也因此他请求上帝再次向以色列人的罪列显示他的联名。 那么要注意的是, 摩西并没有要求上帝不要去惩罚以色列, 他只是要求上帝不要毁灭整个以色列。 作为忠报, 摩西希望上帝能找到一种方法来满足他的神圣正义, 同时对那些不配地得到他的能表现出怜悯来。 那么上帝会怎样来回忆摩西的恳求呢? 我们将会在下一次跟大家看到的。 好, 那今天的休息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休息, 希望大家到此接下来的我们再见。